你好,今天要为你解读的书叫做《人生》,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14.4万字,我将会用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,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如何进行权衡。 一谈到人生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,因为这是我们生而为人必须要思索的历程,大到生老病死,小到亲情,友情,爱情等,都是我们人生中的宝贵财富。 有的人听天由命,碌碌无为的潦草度过一生,有的人则积极向上,努力奋斗闯出一片自己的天地。 在人生这条路上,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,不同的选择就是不同的命运。 而人生这本书,就是讲述主人公高嘉林在教书不成返回农村生活后,与两个女子的感情纠葛,让她难以抉择,不停地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徘徊着。 最后感情失利,事业不成,人生再次回到原点的故事。 那再来看一看书名《人生》,也就是我们的成长历程。 乍一看书名,以为是千篇一律的哲理散文,实则不然。 作者陆瑶运用朴实平淡,清新自然的语言,以浓厚的方言色彩,描绘了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。 主人公高嘉林的人生经历,体现了人生选择的艰难和无奈。 通过人生中,高嘉林面对爱情和事业的选择,也引发了我们对于理想和现实的思考。 本书的作者陆瑶原名王卫国,中国当代作家,1973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,期间开始文学创作。 大学毕业后任陕西文艺编辑,1980年发表惊人动魄的一幕,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 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也相继获奖。 1991年完成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,获得第三届矛盾文学奖。 本作品《人生》被改编成电影之后,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 好了,那介绍完了本书的基本情况以及作者的概况,那么接下来我将为你来详细的讲述书中的内容。 这本书是以高嘉林与父母关于彻职的谈话为引,讲述了主人公高嘉林因村书记儿子高三星走关系, 顶替了他的教师职位而不得已回到农村生活,相继与农村姑娘刘巧珍和城市姑娘黄亚平相恋,最终事业和爱情皆不得的故事。 对此,我们将根据高嘉林失业被迫回到农村,走后门去城市工作,最终因感情恩怨纠葛,再次回到农村这三个阶段,具体分析书中的内容和精华。 第一个重点内容是,高嘉林失业回到农村,与刘巧珍的交往,让他产生了现实和理想的首次冲突。 第二个重点是,高嘉林由于走后门进入城市工作,黄亚平的爱慕让高嘉林陷入爱情的抉择。 第三个重点是,高嘉林被揭发走后门而停职,面对巧珍和亚平的相继离开,他的命运何去何从。 好,我们首先来看的是第一个重点内容,高嘉林失业回到农村,与刘巧珍的交往,让他产生了现实和理想的首次冲突。 主人公高嘉林因自己的教师职位被走后门的三星顶替,而心情烦躁,但是三星是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小儿子,高嘉林一家人对此毫无办法。 高嘉林颓废了几天,害怕会辜负父母的期望和遭受到村里人的另眼相看,所以接受农民身份出山劳作。 对于我们来说,在无法对抗不公平的对待时,积极面对是最具成效的做法。 走关系这种事情存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,尤其是当我们自己遇到的时候,那种无计可施的无助感,非体验不能理解。 不过与其自怨自艾,还不如放平心态,乐观看待,实力才是硬道理。 高嘉林的父亲高玉德,让他去集市卖蒸馍维持升级。 高嘉林曾经看过城市的繁华,想到自己竟沦落至此的凄惨境地,根本无心卖馍,最后一分钱买卖也没做成。 回家路上,高嘉林碰到了刘乔珍,她是村里二能人刘立本的二女儿。 当她得知高嘉林卖不出蒸馍的处境,便夺走了她装蒸馍的篮子,帮她去卖。 当然这一切都是乔珍蓄谋已久的,她早就对高嘉林心存爱慕。 事实证明,乔珍成功地卖掉了蒸馍,也成功地俘虏了高嘉林的心。 那白杨树一般苗条的身体和暗影中显得更加美丽的脸庞,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。 于是高嘉林在临走前亲了乔珍的脸,这一略带冲动的举动让高嘉林十分地矛盾,既有些懊悔,却又从心底里愉悦。 恋爱中的少女无疑是疯狂的,刘乔珍不停地换新衣服,暗地里在高嘉林干活的地方张望。 就像古人所说的那样,女为悦己者容。 热恋中的少女总是希望把最漂亮的一面完美地展现给自己的心上人。 现实生活中,我们也和乔珍拥有着同样的心情。 热恋期每天会变换着花样讨好心上人,以便缩短彼此的心灵距离, 碰撞出爱情的幸福火花。 这种做法无非是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好,让对方更喜欢自己, 让爱情的保质期更加长久罢了。 随着感情的不断加深,高嘉林无法克制的情感, 促使他夜晚去巧珍家找他。 两个心意相通的人在不远处的树下见面, 巧珍的亲吻和体贴让高嘉林陷入其中。 如书中所说,爱情,甜蜜的爱情, 他像无声的春雨,悄然洒落在他焦躁的心田上。 高嘉林甚至开始喜欢上土地, 以前他由于赌气而毫无章法的除地, 导致手指被磨破,流血也不停止。 现今他再也不用折磨自己肉体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苦闷。 但是我们要明白, 这不过是一种掩藏自己内心的逃避方式。 在现实方面,高嘉林的确无比的思念巧珍, 他的温柔让他沉溺在爱情的美妙中。 在理想方面, 他又觉得与他结合就等同于放弃自己远大的理想, 一辈子待在农村无所作为。 这是现实与理想的一次重大的冲突, 也直接关乎到高嘉林的命运。 爱情的魔力谁也说不清道不明, 表面上他让高嘉林接受了现实, 接受了农村姑娘刘巧珍接受了这片落后的土地, 但是实际上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 好, 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第一个重点内容, 高嘉林失业回到农村, 与刘巧珍的交往, 让他产生了现实和理想的首次冲突。 那说完了这个, 咱们接下来要说的是第二个要点, 高嘉林由于走后门进入城市工作, 黄爱萍的爱慕让高嘉林陷入爱情的抉择。 因为爱情的滋润, 高嘉林开始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, 让自己更加像一个庄家人, 白天劳苦工作, 夜晚与巧珍在庄稼地优惠。 但是不久, 巧珍和高嘉林的谣言就在村里传开了, 毕竟在夜里把姑娘带到野地里, 传出去对双方都不可能有好的名声。 这个时候的高嘉林, 一边对村里的风言风语感到烦躁, 一边对着村里的肮脏的水井发愁, 他说服巧珍两人一起去县城弄了一点漂白粉, 洒到井中打算造福村里人, 但是大家都不懂这个类似洗衣粉一样的东西, 认为高嘉林是在害他们。 这件漂白粉卫生革命的事件, 让高嘉林越发感觉到村里的落后和愚昧, 他对未来的向往再次的复活了。 聪明的巧珍已经知道了高嘉林的想法, 他一边希望高嘉林可以实现远大的理想, 一边又担心他去城市会抛弃他。 两个人的矛盾点越来越明显, 就等着一个导火索将其引发。 此时此刻, 掩藏已久的理想在落后不堪的现实中再度迸发。 高嘉林想去城市里实现自己报复的心开始躁动, 但是我们却不能过分地指责他, 因为他骨子里是存在着雄心壮志的, 如果把握住适当的时机, 高嘉林不是没可能一步登天。 这个时候, 高嘉林的叔父高玉智以劳动局长的身份回村了, 这样全村人都来凑热闹, 村里公社专干马战胜也趁机巴结, 给高嘉林在县城找了通讯文员的工作。 于巧珍告别之后, 高嘉林终于进到了县城工作, 虽然因为走后门有点坠坠不安, 但是还是充满着侥幸与期待。 高嘉林的通讯文员工作是写新闻稿, 而他的中学同学黄亚平作为广播员, 因为念高嘉林的报道稿件, 而得知他来到了县城。 黄亚平中学时期一直爱慕高嘉林, 当初因为高嘉林回到农村, 所以打消了念头。 但是多年来的情愫又因为高嘉林来到县城工作开始复苏。 黄亚平的主动出击和出众的才华, 让高嘉林渐渐的心动, 两个人恢复了中学时期那样的交往。 某天亚平和高嘉林谈天论地, 临走前还赠送给高嘉林一首诗表达情愫。 后来巧珍来到城里来找高嘉林, 跟他说着农村的琐事, 这让高嘉林十分的烦躁。 黄亚平海阔天空的谈论, 与巧珍的鸡毛蒜皮之势形成了巨大反差, 使得高嘉林的内心矛盾加剧, 而巧珍对此却毫不知情。 其实他们已经有了心灵上的距离, 当两人分别再次拥抱的时候, 高嘉林早已经不似当初般的陶醉了。 与此同时, 黄亚平迫不及待地想与他的交往对象张克南断绝关系。 他找高嘉林袒露心声, 表达了自己的爱慕, 这让高嘉林陷入了严重的抉择之中。 在爱情里面, 心灵的契合似乎是必需品, 没有共同语言, 那便是感情危机的前兆。 我们常说,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 巧珍给了高嘉林心灵上的慰藉, 但是黄亚平给了他精神上的需求和神秘感。 巧珍偏重现实, 他温柔体贴, 以后会是个好妻子。 黄亚平侧重理想, 他的才华可以帮助高嘉林, 会是一个闲内助。 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一样, 对男人来说, 可能希望未来的另一半温柔顾家, 可以成为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, 也可能希望他事业有成, 可以共同承担家庭的重任。 对女人来说, 既希望对方踏实本分可以养家糊口, 又希望他帅气多金, 满足自己的浪漫幻想。 高嘉林面临着抉择, 我们将来也可能会遇到, 谁也不确定哪个人才是最完美的, 最适合自己的, 更无法猜测这个选择背后所要承担的后果。 我们只能尽量遵从内心最真挚的想法, 不掺杂任何利益和其他因素, 追求最纯真的感情。 比如说对方家境好, 可以保证自己以后的生活衣食无忧, 对方的家庭人脉广,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好的工作, 对方总是喜欢为我花钱, 可以让我过上舒适的生活等等。 这些想法都会干扰我们真实的想法, 使感情变质, 希望我们不要在权衡利弊后, 措施对的那个人。 好了, 那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, 高嘉林由于走后门进入城市工作, 黄亚平的爱慕让高嘉林陷入爱情的抉择。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最后一个重点, 高嘉林被揭发走后门而停职, 面对巧珍和亚平的相继离开, 他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? 对于巧珍, 高嘉林觉得自己是从内心感激他的, 但是巧珍只会跟他谈论农村里的婆婆妈妈的事, 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, 而且高嘉林极力的想离开那个落后的农村。 现在, 这些过去曾幻想过的游丝断履, 突然就变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, 因为黄亚平跟高嘉林说, 如果他们在一起了, 家里就会安排他们去南京生活, 那么只要跟巧珍断绝关系, 高嘉林他们的远大抱负就越来越近了, 只要跟巧珍断绝关系, 跟黄亚平远走高飞去南京发展, 他的人生抱负就可以实现了。 此时黄亚平已经开始行动了, 他跟自己的父亲坦白了感情问题, 也给张克南写信表达了分手的想法。 另外一边, 高嘉林也与巧珍见面了, 他吞吞吐吐地表达了自己要外出工作离开的意思。 巧珍早就料到了高嘉林要弃他而去的想法, 他纵有万般不舍, 却只能含泪告别, 成全他心上人的远大抱负。 高嘉林从心底里心疼这个陪他这么久的姑娘, 但是除了沉默, 高嘉林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 高嘉林是懦弱的, 当初明知道巧珍没文化, 还是选择与他交往, 如今却恰恰因为这一点, 而放弃了自己在爱情中的责任。 不得不说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。 人生就是这般变幻莫测, 我们会遇到太多的选择, 如果不能彻底的为自己的选择负责, 那就有可能失去宝贵的财富, 既然选择就得学会承担。 不久之后, 高嘉林便与黄亚平不理睬社会的舆论, 疯狂的陶醉在他们罗曼蒂克的热恋中。 对于高嘉林而言, 黄亚平就像是烈酒, 能够给他带来新鲜感, 但是有的时候他又忍不住想念巧珍的温柔, 这让他处于矛盾之中而无能为力。 与此同时, 巧珍被抛弃的不幸遭遇, 让全村的人都十分同情。 不过这个坚强的姑娘, 在闭门几日之后又恢复了劳作的状态, 没有寻短见, 也没有神经失常, 这让每个人都对他肃然起敬。 反观我们现实社会, 多少失恋的青年会寻死觅活, 一蹶不振呢? 在享受过爱情的甘甜之后, 可能一丁点苦头就会让他们承受不了。 巧珍虽然没有文化, 但是他看得清也放得下, 若是人人都可以如巧珍一般坚强和豁达, 那社会也就会多一分和谐。 当今失恋的人, 要不然就是闭门不出,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难以自拔, 仿佛丧失了生活的动力, 要不然就是恶意报复, 甚至是人身攻击和言语讥讽。 但是我们要清楚, 爱情本来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, 在不断的接触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人, 所以爱情的打击固然大, 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, 但它也依旧丰富多彩和充满光明。 而一直追求巧珍的生产队长马栓, 不在意巧珍被人抛弃的坏名声, 依旧坚持向巧珍提亲。 巧珍最终同意了, 并且急忙办了婚礼。 此时的张克南因为失恋的事情, 无精打采, 他的母亲却掌握了高嘉林走后门的证据, 想要给儿子出气。 他便不听张克南的劝阻, 向有关部门告发了高嘉林, 最终导致了常委会撤了高嘉林的工作。 这个消息一出, 黄亚平也陷入了矛盾之中, 他一边的确是喜欢着高嘉林, 一边又为他即将成为农民而担忧。 如同高嘉林的矛盾, 如同刘巧珍的矛盾, 都是理想和现实的失衡。 而高嘉林失去了工作后回到了县城, 得知巧珍嫁给了马栓之后, 他仿佛被雷劈了一般, 加之被撤职一事, 他的脑子一片空白。 随后高嘉林与黄亚平谈论未来的生活, 高嘉林知道黄亚平接受不了自己回农村的事实, 便提出了分手。 尽管黄亚平难过不舍, 但是两个人都明白, 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在一起了, 两个人终究还是分道扬镳。 这一连串的打击, 让高嘉林从理想的山顶, 一下跌回到了现实的谷底。 是的, 现实是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, 谁知道要离开自己的现实, 就等于要离开地球。 这是对于刚踏入社会道路的青年, 一个最为关键的认知。 高嘉林回村对玉德老两口, 倒是没受影响, 但是高嘉林自己清楚, 他已经没有什么颜面在村里生活。 村里的老人德顺老汉也感慨他丢失了乔真这块金子, 教导他为人处事的智慧。 高嘉林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选择, 也下定决心重新开始生活。 高嘉林的人生告一段落, 未来的日子谁也猜不出来。 高嘉林对于城市繁华的向往无措, 甚至是积极向上的, 想要告别愚昧落后的农村文明, 可是他缺乏的是对选择的正确认知, 也缺乏承担后果的勇气。 他决定放弃巧真, 意味着告别农村生活, 接受亚平意味着接近理想抱负, 孰是孰非都取决于自己个人的能力, 是否能够应对这一切后果, 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。 纵使书读得再多, 在某些方面, 高嘉林比不上巧真的坚毅豁达, 比不上德顺老汉的人生智慧。 正如作家柳青所言,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, 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,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, 高考选择什么专业和省份, 对爱情的抉择, 对不同工作的各方面对比, 诸如此类的每一个选择, 都有可能改变人生的行向。 总之, 人生充满着矛盾和选择, 没有明确的是非对错, 仅仅在于我们是否具备承担的勇气。 人生没有界限, 爱情和事业只是一个方面, 高嘉林的人生经历也只是一个缩影, 要想改变自己的人生, 既不要背弃理想, 也不要偏离现实, 只有我们不断地去探索, 才能发现他的奥秘。 好了, 说到这儿呢,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,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, 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。 首先我们了解到了, 高嘉林因为被走后门的三星, 顶替教师职位后, 回村劳作。 某日高嘉林的父亲高玉德, 让他卖蒸馍补贴家用, 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巧珍, 他表达了长期以来的爱意, 高嘉林恍惚地接受了, 后来抑制不住的情愫, 让两个人心意互通, 也让高嘉林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, 对农村的认识产生了变化, 打算顺其自然, 接受农村和农村姑娘刘巧珍, 暂时放弃自己的远大理想。 其次我们说到了高嘉林和刘巧珍, 如交似漆的在夜晚优惠, 但是不久被村里人知道, 全村人议论纷纷, 漂白粉事件更是引发了高嘉林, 对落后的农村不满, 矛盾一触即发。 当高嘉林的叔父当官回村, 巴结的马战胜给高嘉林, 在县城找了一个工作, 而黄亚平得知高嘉林进城工作的事, 爱慕已久的心让他展开追求, 这让高嘉林陷入了爱情的抉择。 最后我们说到了黄亚平跟男朋友张克南断绝关系, 高嘉林为了和他在一起, 也放弃了刘巧珍, 巧珍的遭遇让村里人同情, 而他则振作起来, 并且与追求自己已久的马孙结婚了。 张克南的母亲为了给儿子出气, 而掌握了高嘉林走后门的证据, 成功告发导致高嘉林被撤职。 黄亚平因为接受不了高嘉林, 重新恢复为农民身份的事实, 便与高嘉林分道扬镳, 最后在德顺老汉的开导下, 高嘉林重新开始生活。 好了,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,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。